7月11日下午 有网友在网络上曝光了国外某卫星航拍画面 从画面中一系能够看到 在国内某机场停机坪上 除了依旧停放了数量不少的运二十战略运输机和轰六系列远程轰炸机外 早前就已经被曝光的空警600固定一件载预警机 也再次出现在了画面中 当然这些此前已经出现过的飞机并不是值得外界瞩目的焦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边这个临时搭建的白色屋顶厂房门口 很模糊地出现了两架外形呈现三角形 且整机颜色淡黄的新型飞行器 如果说这两架清晰度并不是很好的三角形飞行器 尺寸较小的话 那么还可以将其误认为是此前官方装备过的攻击十一 彩虹七飞一式无人机 但是这两架淡黄色 三角形的飞行器 整机尺寸缺和旁边的运二式战略运输机非常接近 那么从其三角形 尺寸很大这两大特征 似乎就已经可以推断出 如果这张图变真实的话 这两架飞行器应该就是一只处于传闻中的 轰二式新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了 最早透露出我国正在研制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消息 是早在2016年9月1日 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小天在接受公开采访时 公开表示中国正在研制新一代远程轰炸机 这也是官方首次证实我国正在研制战略轰炸机的消息 再到2018年西非在其60周年大国庆典宣传片中 结尾出现了一架采用废议式气动布局 且全身被彭步覆盖 并标注了NEXT字样的大型隐身轰炸机轮廓图 这也是外界首次看到轰二式的基本模样 等到2020年高考级到来之际 中航工业在其官位祝福高考学子的视频中 再次出现了全身被禁力彭步覆盖的轰二式轮廓图 紧接着在2021年1月初 在空军发布的新一年空军照飞视频中 片尾再次出现了一架神秘的 非意识气动布局隐身轰炸机模样图 最近一次则是在2021年1月中旬 央视七套军事科技再次公布了轰二式的最新消息 从其公布的视频画面来看 这次的轰二式全身被遮上一层红色帷幕 并特地在画面上达出2021 我们期待 而结果我们也看到了 不管官方如何宣传 轰二式始终待机贵重 久久不愿公开露面 所以外界依旧渐渐对轰二式核实出现 核实是非产生了循环认知 但是从时间节点来说的话 从官方首次证实轰二式正在研制 到2021年前后频繁进行各种遭事宣传 似乎轰二式早应该出现了 在结合7月5日中 是非微信公众号发布过的一则信息来看 虽然文章内容并未提及将要是非的新机型号 但是却提到了该终点型号具有这种大战略意义 历史意义 结合近两年我国在研 但是一直并未公开出现的新型航空器来看 既能够算上的重大战略意义 且能够有历史意义的航空器 肯定不是什么最新理念的新型航空器 毕竟新技术下的先进航空器很多都属于首次出现 不具备历史意义 那么既能够达到战略飞行距离 同时也是之前已经出现过 有历史意义的航空器 除了战略运输机 就是战略轰炸机了 而这所指的应该就是轰20了 轰20和和运20尺寸接近 根据此前官方公布的运20军用战略运输机的尺寸来看 整机翼展50米左右 机长47米 机高15米 最大起飞重量220吨 最大载重量66吨 满载时最大飞行速度750公里每小时 满载最大航程4400公里 那么就可以推断出 轰20的机身长度占运20的三分之二左右 也就是大概30米多一点 翼展宽度和运20非常接近 但略有缩短 差不多是40米左右 考虑到轰20采用的飞翼式气动布局天生 有着生力特性好的优势 所以其最大起飞重量也应该和运20差不多 甚至有所超越 达到200到300吨级左右 那么这个起飞重量下 其最大航程肯定超过上万米了 最大载弹量肯定已借助飞翼式气动布局天生内部空间大 载弹量高的优势 至少在30到45吨之间 而且从两架原型机同时下线 准备试飞来看 其可能和之前歼20试飞时机一样 通过多架原型机同时试飞来加快试飞定型速度 为轰20更早定型 批量装备服役奠定接触 另外就是和美国当前宣传准备试飞的B-21相比 此前美国官方已经公布过 B-21为了降低研发 采购和运营成本 整机尺寸是要小于先以B-2战略轰炸机的 而B-2战略轰炸机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机身长度21.03米 一展52.41米 B-21整机尺寸相当于B-2的三分之二左右 也就是机身长度在15米左右 一展则约为42米左右 而这个数据显然是小于轰20的 那对于尺寸更大的轰20而言 就算其气动布局和B-21非常接近 依然是较为传统的亚音速飞翼式气动布局 但因为其整机尺寸更大的优势 所以其无论是最大起位重量 最大飞行航程 最大载单量等多方面性能 都是能够碾压B-21的 还没有服役就已经落后 过去往往是专门特制工艺和军事科技落后国家的 主战装备在研发实验过程中面对的尴尬局面 谁能想到 这种情况 居然马上就会出现在超级大国正在研发的下一代主战轰炸机中 超级大国历过以来 一直以空中力量长期领先全球 作为其军事力量强大的最主要的外在特征 也就是齐航空兵的实力长期以来在全球遥遥领先 大多数人对空军力量的先进意义往往重点关注其战术空军 也就是有多少先进的战斗机 这些战斗机的性能有多么的强大 而实际上战斗机再多再强也是战术空军领先 超级大国空中力量长期以来鹤立机群 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战略空军上 而战略空军又以战略轰炸机为典型的代表 到目前为止 超级大国装备的三种轰炸机 全部都是具备全球打击意义的洲际轰炸机 这在当今世界仍然上独一份的存在 不过这三大战略轰炸机全部是冷战时代的遗存 而冷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个世纪了 这就造成超级大国的战略轰炸机 虽然不论总规模还是综合性能在纸面上仍然强大 但是实际上能随时出动的轰炸机数量 还不如明以总规模的四分之一 这种局面下 平时对其他大国进行一些战略骚扰式的讹战尚可 而如果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 只能最多起飞二三十架战略轰炸机 实在是完全不匹配战略二字 因此最近十年来 超级大国空军急需一种可以上批量 充分发挥规模效应的新式轰炸机 来代替现有的三大型号越来越老旧 总体出动率越来也不堪的问题 这就是B-21战略轰炸机项目 但是这个项目最大的bug 就是还没有完成研发和批量下限 就已经落后于 其他大国的类似项目 这在过去超级大国军用飞行期 110年的发展史上 也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 那么既然到目前为止 B-21战略轰炸机并没有公开亮相 甚至还没有被外界拍摄到已经进行了首次试飞 说起已经落后的根据又是什么 首先一点 就是B-21在整体气动部剧上 仍然是与B-21近乎一致的大展先臂隐身飞翼造型 这种造型下 隐身性能确实不错 但是从本质上完全不具备任何超音速能力 这就造B-21仍然需要像B-21那样完全靠偷偷摸摸的方式 渗透进其他国家的领空进行领空投弹 如果在30年以前 甚至20年以前 这种攻击模式问题还不大 毕竟当时隐身和反隐身技术 即使对其他全球性大国也是很有挑战性的存在 但是到30年后的今天 全球对反隐身已经有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和破解之道 即使一些地区性的中等强国 都有能力完整俘获或击落超级大国具备隐身能力的高端无人机 比B-21和B-21小得多的隐身无人机都能被直接破解 那么对有人驾驶的大型隐身轰炸机来说 再想突入其他国家纵身的风险就已经很大了 假设在隐身能力被识破的情况下 完全没有超音速逃逸能力的B-2和B-21 在对其进行拦截的超音速隐身战斗机面前 就是纯粹的大把子 何况B-21的最大航程和最大载弹量 对比B-21都是有很大的缩水 真实的作战航程越短 则攻击的突然性就越小 而被成功拦截的概率就越大 因此B-21除了增加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全程无人驾驶功能之外 对比B-2属于明显的不进则推 说白了就是不思进取 或者说就凭现在超级大国军事航空工业部门的二把刀实力 甚至都不能重复一次B-2的研制 与之完全相反 某大国即将亮相的某型战略轰炸机 不但完全具备不亚于B-2的隐身能力和作战半径 而且其最大飞行速度极有可能在2X马赫之上 其实如果某种轰炸机和某种战斗机同时可以飞到2马赫以上 那么任何战斗机都不可能对这类轰炸机进行长时间的拦截和跟踪 因为高速轰击机一旦开加力就会急速飞出一两千公里 而即使5代战斗机开加力也只能持续七八百公里的高速飞行段 由此可见如果某新型超音速隐身战略轰炸机可以进行两次空中加油 那么在整个北美大陆上空将来去自由 B-2隐身战略轰炸机将使用美国最新的航电系统 通信系统及火控系统 具备携带美国各型空中弹要进行对地对海攻击的能力 据美国媒体披露 B-2隐身战略轰炸机还将被改装成电子侦察机 执行战略侦察任务 总体而言B-2隐身战略轰炸机并不没有像B-2轰炸机一样追求成为一款化时代的奢侈品 但它仍然使用了美国最新的军事技术 综合作战能力已将超越B-2轰炸机 成为当之误愧的世界第一 B-2隐身战略轰炸机计划于2020年进行试飞 一旦定型以后将会立即开始批量生产 势必会进一步加强美国的空军战略优势 给世界各国造成更大的防卫压力 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作为一个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国 中国目前所装备的轰6M战略轰炸机并不足以支撑起该担负的责任 目前我国的飞行器隐身技术已然成熟可用 飞机结构设计经验也较为丰富 适配的涡扇20发动机也已开始装机实验 可以说制造我们自己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已经万事具备指线东风 航程15000公里 超音速巡航 全隐身性能 载单量20吨 这是我们对轰20的美好期许 梦想摇摇的 万一实现了呢 THNXT 马上见